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2018年的CX-5 啊對我沒有戴口罩因為我有快篩喔 好不好我為了要上這個電視的節目錄影我已經快篩過了 聽說這個依照現在法規的規定我只要篩過也有可以撐一個禮拜 在拍攝的時候不用戴 所以你要戴好喔 嗯有喔有戴好 今天因為這個我們呆董很忙要剪片很忙 所以這個請小幫手我今天帶小三出來 小三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三 對CX-5喔要介紹什麼我知道了 當初喔它有四個等級啦 100萬的110的115的118的那配備各有不同 現場這一台我記得應該是頂級型的 那這個規格配備表我們就放在旁邊給大家參考 165匹馬力21.7公斤米的扭力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喔 那這個外觀就如同這個新世代的馬3 或者是CX30一樣喔 它把它的眼睛呢做得更加銳利了 然後氣把嘴巴做得很大 車頭也很長很寬 全車系我記得都是搭配19吋的鋁圈 2255559的鋁圈 那一樣喔它的造型做得非常的圓潤 好現在這個是我開車的這個位置 然後它的後座 我幫你拍你上去坐看看後座好了 好不好我們今天請這個小三 坐後座 後座怎樣 有點小 你幾公分 169 那幾公斤 那幾公斤 不知道要問幾公斤奇怪耶 你要問我起帳飛嗎 對三尾啊 下一個是三尾啊不然咧 不要不跟你說 好今天我們的模特兒是這個169公分 然後看一下它頭頂 拳頭還幾顆兩三顆咧 兩顆半 但是椅座有點短對不對 如果說你想要把腳平放的話 要伸在前面的那個椅子底下 還有辦法 好給大家看一下 好可以了謝謝你 那它是單電動椅 它的飾板是仿深色的這種木紋 然後鋼琴烤漆 你看很容易髒 有沒有這樣看到我的椅子 所以如果拿那個膠帶來貼嘛 然後要到我家的金庫的時候 就可以收集我的指紋就可以去 首先你要有金庫 喔對沒有金庫 然後內裝一樣喔 它的方向盤我覺得是有點細的啦 我覺得不是很舊手 它當初它是有BOSE音響 BOSE在這邊 好然後呢 拍這邊 這個發動的時候呢 它的抬頭顯示器 就會立起來啦 當初有這個抬頭顯示器 應該就是旗艦型的啦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喔 我上馬三車子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內裝的質感 橙色皮革都蠻不錯 可是我上CX5的時候 我卻有一點點的廉價感 你看像比如說 它這個都是用軟塑膠去車紅線 門板也是 你看門板這也是軟塑膠去車紅線 所以它的皮革 我覺得沒有馬三的皮革這麼軟 我覺得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 合成皮革嗎 沒有它這個直接就是硬塑膠 塑膠壓成皮革的紋路 所以其實它這是塑膠 塑膠裝皮啊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就是一個爛掉的離子 要講說自己是蘋果 哦 哈哈哈哈 啊2018年的 它這個都沒拆 有沒有 送阿肉阿還在 然後跑45623公里 然後它當時的螢幕有夠小 我跟你講我iPhone拿出來比 跟我iPhone一樣而已 有沒有 那不如放一個手機叫我把iPhone放在這就好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它這個整個內裝的這個 雖然它們的造型都是大同小異 可是這整個內裝的塑膠感 就其實蠻重的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馬三做得那麼好 然後到了CX5的時候 卻顯得有一點點的廉價的感覺 我覺得它置物空間 對我來說有點少 因為它中間只有這個兩個杯架 就是正常的一個飲料杯大小的這個杯架 然後這個置物箱我覺得也沒有很大 你看 所以我覺得它置物空間其實偏少耶 你看它門邊的那個隔板 置物空間其實也沒有很大 不過它這個系統 我剛剛不是在嫌它的螢幕很小 其實它這個系統在2019年的時候 就有改掉了 把CD取消掉 它整個介面都換掉了 所以造成這一批現在的價錢 其實我覺得還掉蠻多的 但是掉蠻多的反應就是什麼 很好入手 你2018年你如果假設你要買到CRV的話 你可能要買到 哇應該買到80毫 可能接近90萬 但是你要買CX5的話 我覺得在80出頭萬 都有機會買得到 一樣2018年 所以有好有壞 好啦反正總過一句 我覺得它內裝整個質感 橙色跟馬山 我覺得真的那個質感上面 還有皮革上面 你拍一下我的皮革 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是有落差的 真的是有落差 可能它要坐比較大台 所以它也沒有賣跪到哪裡去 所以它可能要從一些地方去省一點錢 那椅子一樣 前座雖然有比後座長一點 可是我覺得 腿的支撐性還是不是很好 好我們來去看一下後車箱 走 好啦那後面這個憤怒了的眼睛 不用講了吧 晚上開它後面都會覺得 它再跟你說看三角 好它電動尾門 這個有一個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這裡有支援一個快速傾倒 它有兩個開關 小的就是這個 那大的就是這個 我還蠻喜歡這個功能的 因為有時候你在後面 你就不用再跑到側面去 在那邊扶 這個是這個業務最愛送的防水托牌 然後這邊拉開 裡面就有看到BOSS 這是重低音 欸它備胎嗎 這補胎計嗎 補胎計 它就沒有備胎了 好後車箱大概它的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好雙出尾管 然後下面有這個防刮材質的後保桿 基本上我覺得馬自達的外型 是還蠻對我的位的 可是你看它這邊好軟 你看 你拍近一點可以拍它動 你看 欸我很輕喔 有沒有 我今天是沒辦法 用這個它也會動 我用膝蓋啦 來怎樣啦 口味有沒有重 今天示範一下 有沒有 這邊也會啊 這邊有一點點軟 有沒有 有點軟耶 我沒有很大力耶 你看我是很輕的喔 中指這樣按 好你按女生按就好了 好那你女生來按這邊 不要說我力氣大 真的蠻軟的對不對 跟你差不多 哪個部分 膝蓋 膝蓋 不要笑啊 人家說都是我教壞的 好你看它這個因為摺線的關係 因為它線是摺在這邊跟這邊 所以它中間其實為了好看 它留了很大的一個空白 是沒有摺線的 一個鐵片 它要強就是要有摺線 摺線可以增加強度 所以這邊是按不下去的 有沒有這邊按是按不下去的 所以摺線可以增加一片板金的一個硬度 然後這邊就不行了 你看 它留白太多了 你看像這個地方 它留白很短 這邊有摺 這邊有摺 其實這邊就還好 反正也許它有把它做輕量化吧 我記得是1530公斤吧 那可能要從一些地方去把它的重量減輕 好吧 那我們就出去開看看 這台車開起來有什麼感覺 那我們就出發試車 走 跟你出發去試車 唉 怎樣怎樣 你現在在拍鼻孔是不是 對 你拍鼻孔幹嘛啦 怎樣啊 這很難很難聊耶 反正沒關係啦 就隨便拍一片 欸 這樣怎麼對得起 支持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你怎麼能夠這個 對得起那些未看先導站的酸民呢 哈哈哈哈 我們要定期上片 填補它內心的空虛 對 我們如果沒上片 它就沒有導站可以按 哇 那它應該很焦慮 對 我們如果一天不上片 它會很痛苦 今天不知道要按誰的導站 很痛苦 不會按應該還是會去按別人吧 應該沒有很多執著 只按我的吧 好啦那我們出去試車吧 走 開車去洗衣 採射鍵 開啟 開啟 好了 妳有沒有對焦啊 行不行啊 有啦 不要從後到尾等一下那個影片出來都在拍後照鏡而已 焦對照後照鏡然後我是虎的 上次還不知道戴的泰山 從後到尾對焦對焦這個方向盤 那我的臉是虎的發滿清楚的 有人發現嗎 我發現 真的沒有人發現 欸我沒戴口罩我有快篩喔 你要戴好你沒有篩 我沒中你就沒中嘛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你有中我沒中那種感覺 如果我們都有接吻的話應該是 好像沒有什麼在聯絡 平常都要賴聊天 對啊你確定我們兩個有在接吻嗎 對啊 對啊那個你不是叫我不要再講戰鬥陀螺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很傷勒 很傷 傷在哪 感覺好 妳現在旋轉到頭還有點暈嗎 我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旋轉 講得好像我從頭到尾跟旋轉一樣 像跳芭蕾舞一樣這樣一直轉一直轉 沒有 欸這樣跟你出來很乾耶 太認真講車你又聽不懂 你會不會在旁邊打瞌睡 然後就看到那個鏡頭這樣垂一下 點一下點一下這樣 那這樣我這一集很難講笑話啊 這一集的笑話應該都不好笑 幹嘛這樣 嗯 那我要拍道路了嗎 還沒啦 在剛開始要講車 你只要把鏡頭展開了 拜託好不好 專業一點 我要醞釀一下情緒 慢慢進入那個狀況 我要把你當成阿呆或泰山那種攝影師的感覺 要不然我會那個沒有辦法發揮 你把我當成攝影師就好啦 把你女攝影師嗎 對啊女攝影師 你 不是當成女攝影師嗎 你這女攝影師都會這樣 好險旁邊做的是你不是別人 我要開想車喔 2018年的CX5 那這台比較可惜它沒有改款到 2019年試的才有改款 然後19年試的它就有全數域的跟車 這個只有30以上 才可以設定這個跟車 然後我有發現 因為這台車我們已經開 一兩個禮拜了吧 當保母車 有嗎 對啊這台車就你每天坐的車 靠腰咧 你是不是每天都不在 因為我都坐後面啊 在前面很不熟耶 那你覺得這台車你坐後面坐起來感覺怎樣 彈跳 彈跳蠻大的還有什麼 然後那個後面的座椅很短 對它這個喔 雖然它那時候號稱是跟這個CX9同等級的高支撐性的泡麵 可是我有發現這個小日本車就是這樣喔 它的那個椅座都比較短一點 對啊對我們這種身型的人會覺得有點困擾 就覺得好像短的板凳而已那種感覺 是你有個部位就沒有地方放 喔喔喔 你想要聽跟我GG有關的笑話嗎 啊算了太長了 下次再說好了 好下次再說好了 你沒有get到我的點對不對 不是故事太長是GG太長 嗯 你到底有沒有get到那個點啊 我知道啊 你為什麼反應這麼冷淡 如果是阿呆他還會勉強附和兩身 好那你直接就嗯 然後呢 怎麼講 今天要怎麼錄 不錄了 好然後我剛剛講到哪 為什麼講到跟GG有關的故事 喔座椅太短 座椅太短 一致喔雖然這個軟硬我覺得真的是有點支撐性 在腰的部分 但是就真的是椅面 椅面真的是比較短一點 坦白說喔 我覺得第一次開到CX5的時候有點失望 就是跟我想像當中的馬自打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之前買賣比較多是馬自打3喔 可是呢它CX5比3系列大概多了150公斤的車重 所以呢它在爬坡的時候就會顯得比較心有餘而力不足 雖然上得去可是引擎的聲音就會變得很大聲 大概60公里左右你就覺得那個引擎 它因為它退檔在爬山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個引擎聲就會讓你覺得說 欸怎麼好像它很辛苦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們在開車久了啊 你如果長時間聽到它引擎在嘶喉的聲音 你會覺得說我好像在虐待它的感覺 很像它很操的感覺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的覺得說 欸我的車的生命是不是在消耗 你知道嗎 它馬力那時候是165匹 然後扭力是21.7公斤米 它的平均油耗就是11、16、14 11什麼市區的油耗 然後高速的話是每公升16公里 平均是每公升14公里 以它這樣子的休旅車的體型 2000cc來講的話算還不錯 我覺得現在很多車都可以坐到那麼省 可是我剛剛講喔 為什麼我說它顛覆了我對於馬自達車系開起來的感覺 它除了說爬坡比較濕吼 引擎聲比較大 比較沒力以外 還有一個我覺得也很不好就是 它把這個車加高加大以後啊 我發現它的風切聲其實不小 可是可能休旅車也是這樣 因為它迎風面比較大 所以風阻係數在休旅車來講 可能就會比較難做得好 就是它的風切聲的抑制 還有車頂的噪音 還有車底下的噪音 其實我都覺得 沒有它的弟弟們這麼的好 因為我對於馬3啊 CX3 CX30 我覺得他們的隔音是做得不錯的 可是CX5 我頭一次開的時候 我覺得聲音怎麼 風切聲噪音好像有一點大一點 然後它這個 雖然只有半速域 沒有全速域的跟車喔 我記得沒錯的話 馬自達應該沒有 全車系應該都沒有 車道至中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只有車道偏移的輔助 那這一兩個禮拜 我使用它的當保母車的過程中 我有用過幾次喔 我覺得它的車道偏移的輔助 比較亞莎系一點 比較溫柔一點 它的修正是那種 溫柔的慢慢的 幫你轉動方向盤 比起我 比如說我們之前開BMW啊 或者是其他的車 有些拽得很大力 包含福特的啦 或BMW的啊 我覺得他們在車道偏移的時候 方盤幫你拉回來的力道是比較強 那它這個是那種 慢慢的這種 微微的幫你修正的那種感覺 就算是100公里 110公里 它的方向盤的修正介入的力道 我覺得是比較舒服一點 這個是當中的差異性 至於說 我覺得有沒有車道至中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還蠻多人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有人覺得說 好像車道至中 像特斯拉那一種 他們只要這樣扶著 然後自動方向盤就會幫你 把車維持在車道的中央 可是你手要扶著嘛 你手如果沒有扶 它會嗶嗶嗶 會提醒你說 欸你方向盤要扶喔 他們都強調說 這個只是一個輔助的功能 你不能依賴它 有時候開始在看電影 在吃東西 那外面就有人用一些配重環啊 什麼去扣住方向盤 就假裝你的手扶在上面 然後它就在那邊吃漢堡 吃薯條 然後再看電影 我真的蠻不建議這樣做 真的是蠻危險的 啊我講的實在 你自己要撞死人家的事情 你已經弄到別人 不是很不好嗎 所以不管 有沒有車到至終 有沒有輔助 你方向盤眼睛 你始終就是要扶著 要看著前面 所以當這個前提之下 大家都得這樣做 都得扶著看前面的話 那有沒有車到至終 我是覺得沒那麼重要 對我來說啦 也許對某些人來說 他覺得很重要 你還是不能打瞌睡 你還是不能做別的事情 你還是不能分心 你可以繳休息 你可以讓心情稍微放鬆 但是你還是得看嘛 要不然我覺得真的是蠻危險的 好我們要爬山了 這一台車喔 它有Sport的按鈕 但是我從來不按 因為它按了以後更吵 你看喔 喔那引擎聲超大聲的 我覺得馬自達的Sport 是蠻沒有用的Sport 我覺得 因為它就是把你的轉速 雕得很高 然後事實上你的力道 並沒有增加多少 可是你就會一直聽到 那個引擎很累的聲音 我覺得在感官上面 沒有那麼舒服 就當你的車一直發出這種 怒吼的聲音 但速度不快的時候 像現在我們速度才50而已喔 你那個引擎聲 你聽到覺得它很累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對於乘客 或對開車的人來講 可能沒有那麼的舒服 它的濕吼 我覺得是很優秀的濕吼 對因為這個就要講到什麼 馬自達這一系列的 2000cc這個引擎 以四缸來講 它做的相對蠻細緻的 有一些車它會做的比較粗獷 粗糙一點 可能它會伴隨著一些金屬的聲音 那種聲音 但是這個引擎是細緻 是溫柔的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 當一個女生 它很溫柔的時候 你把它弄到哀哀叫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嗎 會覺得我是不是在虐待它 不會吧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是這樣嗎 那你有那個S的那種 S的體質 我沒有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樣抄它是不是 是不是不好的行為 那種感覺 對 很像是你看很可憐的動物 然後你還去打它 對 你那邊哀哀哀哀有沒有 可是有些不一樣 你手都還沒舉起來 就開始哀 那個感覺又不一樣 欸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反應過激了 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 它引擎運轉的品質是好的 只是說 就是因為它很細緻 然後你又讓它 長時間處於那種 哀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很超它 其實這是我 我在開這台車的 一兩個禮拜下來的那個感覺 但是 以過彎來講的話 我覺得表現 坦白說是普通的 它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 那後面是用多連桿 那真的是 彈跳也比較大一點 坦白說如果真的要我 比起來的話 我以相同年份的 差不多等級的車 我覺得KUGA可能 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在隔音上面 或者是在噪音的意思上面 跟過彎的那個感覺上面 我覺得KUGA是比較勝出的 但CS5它就是真的維持了 一貫的那種 日本的那種風格 就是細緻 沒有讓你有特別的 操控的路感啊 有太多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很少人 路上有CR-V在改 有人改裝KUGA 可是你很少會看到CS5 有在改 我覺得它的課程可能鎖定在 你如果把它當成一般的 小家庭用的一個休旅車 慢慢的開 然後它的空間的運用上面 跟它外觀造型 當然這是主觀的 現人建置的對不對 但其實我覺得 呃表現上面算是不錯的 但還有一個我覺得它這個車 我開起來比較不喜歡的就是 雖然它說它這個方向盤 是跟CX94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方向盤的皮革 顯得太過於 呃太細了 然後太滑了 就是我常常會 Tookie你知道嗎 Tookie有沒有 Tookie 有沒有你要轉彎Tookie 有沒有 就蠻滑手 要不然就是要戴手套開車 好啊過完自身性 我覺得都還OK啊 開起來就順順的 舒服舒服啊 不要讓它過度的濕吼 基本上我覺得 都還蠻OK的 反正這個當保母車還不錯啦 因為最近都用它在在在小貓 在在小狗 上下班 然後我覺得可能馬力 因為它的車重 可能我覺得齁 它這樣的馬力速配搭它這個車重 真的對它來說有點辛苦 而且我覺得它的持筆的搭配 變成像持筆搭配 我自己覺得是 它中間有一段的落差 轉速落差很大 可能是比較 屬於比較輸一點的 二檔三檔 三檔四檔 轉速的落差我覺得有點大 所以常常會有那種 我在爬山的時候啊 它會很頻繁的 一直在跳檔 它一下跳到四 然後一下 又跳到三 一下又跳到二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聽到引擎在那邊 跳來跳去的那種 轉速很高的聲音 我就覺得 你好像很辛苦 就是又在那邊 對啊 你看我真的多溫柔 所以這個過度浮誇的回應也不行 有時候當你在跟女孩子在恩愛的時候 你就會有時候會不會懷疑說 欸我真的有這麼強嗎 哈哈哈哈 會不會那種感覺 欸不講話的意思是 哈哈哈哈 喔你在說我喔 我沒有沒有 我在說一般的其他的人 喔一般其他的人 假設他在跟女生恩愛的時候 你會想 我是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那種感覺會不會 還是可能 你消費有比較高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付錢以解鎖更多姿勢 我要多一點錢的話 就會叫聲比較大 喔原來是這樣 你看 所以代表女生是可以演的 可以女生可以演 我就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可惡 你想旋轉嗎 哈哈哈哈 今年都沒有機會出國玩 今年是我們第一次 因為疫情沒辦法出國 去年是因為窮 哈哈哈哈 原因不一樣好嗎 好 2018年的CX5旗艦版 當初新車118萬 那目前這個車商 二手車商在收購應該是70多萬 那賣出來就是80多萬 反正就是一到兩成的利潤 那這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然後 欸好像差不多就這樣了嘛 這車也介紹完了啊 怎麼這麼好拍 一部片就這樣拍完了 還滿好拍的 原來都這麼好拍的 沒有 喔跟你好難講 好累啊 呵呵呵呵 可惡 超累的 好那你把我當作是特色盒 不行啊 泰山就是要講男同志玩笑 那阿呆就是要開單身狗玩笑 喔 那我要開什麼 你沒辦法開玩笑 你開玩笑我就跟我自己過不去 哈哈哈哈 你可以開你自己玩笑 開我自己玩笑 對啊有沒有 自嘲就對了 可是我自嘲也都會跟你有關係 就比如說 有一個人去應徵服務生 老闆就面試的時候問他說 你有什麼技能 他說我跟你講 女孩子想吃什麼 我一問就問得出來 好你錄取了 全天下最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問你的另外一半 今天要知什麼 呵呵呵呵呵 自嘲的點在哪裡 所以我說我怎麼嘲都會嘲到你啊 沒有你要自嘲的笑話 怎麼可以就嘲到我 沒有我本身我身上帶的笑話 都是跟你有關的 呵呵呵呵 我有發覺 你看從戰鬥陀螺到什麼 什麼有的那個什麼混血兒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跟女生有關的 嗯我有發覺 我問你喔 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 我們今天吃那個 你有煮嗎 你今天有煮嗎 吃那個啊 餓犬 想好了 呵呵呵呵呵 想挖洞給我跳 呵呵呵呵 我還不會跳呢 呵呵呵 我跟你講趕快等一下錄影一關掉 又改了 你以為有那麼簡單嗎 你這樣要怎麼跟女生的攝影師拍 沒有女生的攝影師啦 你去請一個來啊 我知道你一定會請短頭髮的 呵呵呵呵 你確定要說這個 蛤 你確定要說這個 為什麼不許 短頭髮很棒啊 怎樣 那個DOTS裡面那個那個叫什麼名字 麻醉醫師那個 那個 對不對 廣莫良子 人家的短頭髮啊 那天有記 那天有記 對不對 短頭髮都沒怎樣 他現在流長啊 可是他流長之後你才覺得他漂亮 對 他小時候的時候他短頭髮我看都不能害他一眼 他脫光在我面前說不好意思 衣服先穿起來 你要幹嘛脫光衣服 假設嘛 我跟你講男人在外面看女生為了什麼 也只是看而已啊 他能怎樣 呵呵呵 看了之後腦內有其他的幻想嗎 沒有啦 我覺得女孩子太腦補了 女孩子都覺得說男人如果在看女生 好像就是哇幻想我在跟他怎樣 沒有 只是看而已 就是跟一個男生走過去 他如果健身我也會看一樣 我告訴你啦 男生看女生 不是女生想像說他一定在意義 你看其實不一定 我如果看到一個女生 就是一個女生走過去 島內會有些幻想 不會啊 前面一個衣交我怎麼不幻想 奇怪為什麼我要幻想 不是他就是一個走過去的東西 跟一台車開過去是一樣 哇那車很帥這樣開過去 那難道就會幻想 哇我如果開那台車多棒這樣 對啊 不會好不好 不會 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跟你講人跟畜生的差別在哪裡 人有道德觀 我知道我已經結婚了 對不對 我知道我要對我另外一半負責 我知道我只能看而已 哈哈哈 我沒有想要怎樣 好不好 所以下次我可以看天女生了嗎 可以啊 哈哈哈 你不要在鏡頭前面就在那邊 可以啊 哈哈哈 可以啊 沒問題 你不要在鏡頭前面在那邊 可以啊 沒問題 看這個 是怎樣 看了就 濕答答了 怎麼可能 看了就高潮 就射出來了 那你幹嘛看 這樣喔 那你就不要看喔 啊就說了啊 就是東西這樣 從你前面劃過去 你就看到那邊的小鳥飛過去 你就看一下 沒有 停留的時間會比較久 不會啊 停留的時間長短 依照什麼而定 你知道嗎 旁邊的女伴有沒有在注意你而定 這樣你了解了吧 了解 看小失掌姿勢好不好 好啦 應該是要把眼睛搓下 哈哈哈 你該把雞雞剪斷不是比較快嗎 啊 我跟你講 就算雞雞沒了 還是看啊 對啊 所以搓下 搓下又要用想像 哦 沒有 不會 一樣啊 所以這是男人的天性 就是一個東西看過去 過去就看一下 就這樣而已 每個人看的東西不一樣 這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沒有想太多 所以你想看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這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這再挖下去會出事啊 關機了 關機了 快點 我來講一些這個比較適合合家欣賞的嗎 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西瓜攤的老闆 你知道怎麼挑西瓜嗎 客人不是都說 欸老闆你幫我挑一顆比較甜 你知道那個秘訣嗎 任何行業都有一個美感 挑西瓜的美感 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是有步驟的 第一步 你一定要拿三顆以上的西瓜 你一定要拍三顆以上的西瓜 然後充滿自信的拿著其中一顆給他 嗯 這樣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也不知道到底什麼 對對對對對 會賣西瓜嗎 會賣西瓜嗎 哈哈哈哈 會 那今年 那賣老公公還要做 不好笑 這個不好笑多了 這個不好笑多了 好 好 好